好的 來介紹這一款 由環球影業的 怪物宇宙跟變形金剛聯名的產品 Frankenstrom 就是從Frankenstein所變形過來的單字 那Frankenstein就是科學怪人 阿其實 呃 Frankenstein應該是創造出科學怪人的那個科學家的名字 只是那個怪物是沒有名字的 所以後來大家就把Frankenstein拿來當作這個怪物的名字 好像是這樣吧 那封面就是這樣 依然是這個錄影袋風格的包裝 這個包裝真是蠻棒的 那邊就是錄影袋 就是年輕人小朋友可能沒看過的一個神奇的影片的載體 這邊有狂派標誌 然後這裡也有一些 應該是賽星文字吧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好 那這個包裝就是如此 非常非常有個性 非常有收藏價值的一個包裝 來看玩具本體 好啦 那玩具本體長這樣 他是從微城的撞針那個模具改模過來的 那因為剛好撞針我也一直沒有買 所以就趁這個機會把它入手來玩玩看 首先改模最明顯的就是這顆頭 整個都改成科學怪人的頭雕了 非常好看 非常有特色 整個都有把科學怪人的特徵抓到 包括頭旁邊有兩顆小螺絲釘 然後就是這個頭型什麼的都很好看 然後他的眼睛是應該是金屬紅的七 在燈光下的反射會蠻明顯的非常漂亮 再來改模第二大明顯的特徵是他的手 因為科學怪人他是一個從屍體拼接縫合起來的 縫合的有點類似火使人的概念 就是佛蘭肯斯他因是想要實驗復活死者 才會把屍體拼接在一起 然後試著讓他復活 結果就做出了科學怪人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他會有一點像殭屍是四肢僵硬的表現 這一次這個聯名產品為了表現他 他四肢僵硬的特色 就是他兩隻手這樣子直直的朝前伸的時候 他是不會去轉動手腕什麼的 所以他會直接做成這樣 他就不會像我們習慣的在手肘朝上的 這個狀態下把虎口做成朝正上方 所以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樣子看起來很扁扭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樣子就是 這個聯名產品是真的有認真在做 他又很認真去做這個科學怪人的特色 那副的武器方面是 這一把 有點像當初電影裡面就是那個博士 把電流引導下來去電科學怪人的那個裝置 那就是有這麼一個奇妙的棒子 再加上這個電極的 電漿的感覺的特效零件 但因為他的手是長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你如果把它拿來當成槍握著的話 就會有點別扭 所以在盒繪他也是扣在手臂側面 他手臂側面就肩膀也可以扣 手臂側面也可以扣 握著也可以收納在背面 其實他身上有蠻多這一類的孔洞可以接的 先放旁邊去吧 然後他胸口這個面板應該也是改模改出來的 就可以看到他上面這一片 有做不同色澤的塗裝 然後他就會有一種好像 身體上面再拼接一片裝甲板 然後也會有一些裂紋 就是做出那種屍體的皮膚狀態 沒有很好的有乾裂的狀態 腿這邊 大腿的造型應該也是特地改出來的吧 這一圈這個鐵釘好像也是 科學怪人電影當初的造型的特色 不過這邊我就真的不太確定了 那 外觀上大概比較值得關注的就是這些吧 他這個身體這個拼接的感覺 然後不同的這些色澤的呈現 真的是很漂亮 我覺得這一隻真的做得很棒 可動度方面 頭他是一個小小的球關 就可以輕微的上下 旋轉是沒有問題的 左右側擺就是幾乎沒有 手臂可以轉一圈沒有問題 平舉可以舉到超過90度 有上手臂的平面回轉 手肘可以折90度 手腕不能動 腰可以旋轉 他是橫隔膜這邊的旋轉 然後因為變形的關係有彎腰關節 可以整個彎腰90度看地面 不過他其實 他其實這裡是有做一個小卡扣 就是你可以把它扣上 但因為這個卡扣我覺得扣得很緊 所以我是乾脆就不要扣他了 就不要扣他的話就可以很自由很輕鬆的彎腰 再來變形的時候也不用在那邊掰這一節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都是不扣他會比較方便 其實他關節的緊實度也是很夠的 就算這個卡扣不扣上去 你這樣晃這樣甩 他的腰也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晃動 所以我覺得不扣也沒什麼問題 然後再來腿前踢90度 側踢90度 有大腿的平面迴轉 腿內部整個都是空的 這個空洞真的是有夠誇張 膝蓋90度 有側擺接地 接地的幅度也很大 但比較可惜的就是他沒有腳掌前後動或者是旋轉 都是沒有的 他就只有這個接地 還有因為變形的關係腳掌可以往下折 可是腳掌可以往下折對擺可動擺POSE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可以虐過不提 這是必然形需要 OK 整個其實可動度是只有腳踝比較弱 腳踝只有做接地沒有做可以上下活動 或者是可以旋轉都是比較不夠用的 那其他的方面我就覺得沒什麼好抱怨的 其他方面很優秀 尤其是這顆頭真的是雕得很好看 整個就是 整個這樣子往前一擺真的是 那個恐怖電影裡面他這樣殭屍前進的氛圍 真的是很有做出來 很棒 很棒 好啦來看變形 那變形呢 欸 首先可以把他的手 拳頭折進去藏起來 然後 頭後面這個蓋子打開 頭先轉180度 往下壓 蓋子再蓋回來 胸口這一塊面板往上打開 好 那他手臂要折下去啊 可以稍微記一下說 因為他 胸口這個面板這裡會有一個卡扣要來扣他的手臂 那手臂 往下折這樣子折下去以後 就是要想辦法讓那個卡扣朝上 所以是要轉成這樣 這樣 這個卡扣就會冒出來了 好 另一隻手也是 好 這樣再把它扣上 欸等等 一個 一個 忘記 再拿出剛剛他的那個奇妙的這個鐵管 把它 扣在手臂這邊有一個 凸點 那 這邊有兩個凹點 把它對好扣上 不過這邊 這邊有點難扣就是了 好 好扣上以後 這裡再把它扣下來 胸口這一塊面板再扣下來 再來 腰就是 這個 直接折 好從這裡折90度上來 然後 腿 腳掌先往外翻 讓出空間 好 這整個 這整個面板 再往下轉 180度 轉到後面去 好 因為就是 腳掌如果沒有先往外翻 就是會被 底下這個隱影的 就是類似可以去把地雷 殘掉的那個裝置 會被它擋到就是了 好 兩腳合併 好 那後面這邊啊 就是腳掌 收折起來 再把它轉回去 這裡會有一個卡扣 扣後面這邊 把它扣上 好 基本上這樣變形就變好了 差點忘了上面這個肩炮再翻轉180度變成這樣 好 那它底下這裡 也都有 有輪子 所以它的推車也還行 滾動鏡也還不錯 好 那坦克型態 這個炮本身可以上下活動 炮塔本身就是利用它 橫膈膜那個關節的平轉 所以炮塔也可以左右旋轉 以一台戰車來講就是該可以活動的都是可以活動的 那造型方面我覺得它履帶側面這個狂派標誌真的是硬得有夠帥 是一個很好看的塗裝 然後履帶裡面也都有上銀色的漆去凸顯它這個車輪跟履帶 真的這一隻不管是造型啊或者是塗裝啊都算是相當有用心的概念 側面這裡還有一個小炮塔 然後在坦克型態這個噴射雷射的特效件也是可以裝的 OK 整個顏色配色造型細節都很棒很好看 如果說之前沒有收圍城或王國版本的撞針啊 我覺得這個改模版本是很可以收的 那 比較麻煩的就是這個 有點搞不太懂環球影業這個聯名系列到底是想怎樣 或者說環球影業它這個怪物宇宙到底有沒有要繼續搞下去 因為它上一款德古拉吸血鬼那個聯名是 是2021年的產品耶 過了兩年才再出下一款 這 那還會不會還有再下一款啊 這個出產品的速度是怎樣呢 它的怪物電音宇宙好像 想要做重啟版的媽咪斯木乃伊 就是阿湯哥那個版本就評價也很差嘛 因為畢竟劇本本身就很莫名其妙 所以它好像也沒有打算繼續搞下去了 就 我會覺得有點可惜阿 就感覺這個聯名也不知道還會不會繼續聯名下去 那就算有要繼續聯名下去 兩年出一款也太慢了吧 這個速度是什麼鬼 讓人很懷疑有沒有心要做阿 雖然這一款我覺得 這一款跟德古拉我覺得都很有心阿 但是 兩年出一款 兩年 有點太慢了吧 有的時候真搞不懂孩子寶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還是說不是孩子寶的問題 是環球影業的問題 好啦那就 總之就是這樣子的一款 讓人很猶豫說到底要不要收藏下去的產品 但 就盒子跟玩具本身我是覺得很不錯 表現得很不錯很值得收藏 OK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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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